灰白色系的簡約一郎 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畫作 這是中研院長 汪錦慧的女兒汪玉秀 去年10月在洛杉磯所舉辦的畫展 但根據檢調調查 耗底105年2月21號 公布解盲失敗前 三個月汪玉秀恰巧出托 手中十多張股票 等於汪玉秀一邊忙畫展 也一邊賣股票 每個策展都會有他的主題 主題是牽涉的是內容 內容就會有選品 所以整個在從0到100的 這個策展的過程 我們通常會有6到8個月 策劃展覽光是前置加後續 至少就得花上3到6個月 汪玉秀形成滿檔牌 特別花時間買號頂股票 去年11月 有人還在他臉書爆料 說汪玉秀要從紐約 喬遷到華盛頓 接著下個月隨後 舉行新作發表 更在今年1月至今 要與多位詩人共同合伴 將在6月發行的實話期刊 企劃完之後 就開始寫文稿 審刊通過了 我們就根據文稿內容 來發插謊 回稿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編排編輯 再經過幾次調稿之後 出版品 大概1到2個月時間 從號頂最近4個月的股價來看 每股均價約550元 汪玉秀賣10張 獲利近550萬 百忙之中不忘賣號頂股票 難怪汪錡 口中的窮畫家 在專家眼中 不僅懂得分配時間 更是透視精準 記者張宇軒 李視劍台報導 快樂 快樂